好的 不過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美中之間的氣球大戰現在是越演越烈了 美軍在過去十天來連續擊落多個入侵的高空氣球和不明飛行物體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反過來指責 美方的氣球非法進入別國領空也是四空見慣 聲稱從去年以來 美方的高空氣球未經中國相關部門批准 已經有十多次非法飛越中國的領空 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約翰科比則是斷然否認中方的指控 與此同時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有多達數十個解放軍的氣球 在近年漂入了臺灣的空域 平均每個月一次 而隨著氣球一個接一個的出現 原本去與和緩的美中關係 現在也出現了大逆轉 那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對這些打亂美中關係的氣球 是否有事先掌握信息 在它高度集權之下的中共各個部門 究竟是如何進行危機處理 這次事件暴露出哪些更嚴重的問題 美中戰略升級又是否會加劇 東北亞和台海的緊張情勢呢 我們今天時事大漢節目 也邀請到兩位專家圍繞這些話題 進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在首爾的 韓國韓國大學政治外交系的主任 政治學教授金正浩博士 金正浩博士歡迎您 主持人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麼另一位是人在金門的 臺灣金門大學國際 及大陸事務學系的副教授 盧正峰教授 盧教授歡迎您 主持人金教授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的非常歡迎二位 那麼首先我想先請教在首爾的金正浩博士 那麼在華盛頓這裡有一些分析人士認為 儘管在美國上空被擊落的氣球是中國大規模偵查計畫的一部分 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並不知道這顆氣球的任務 不曉得您的看法是什麼呢 一般國家安全的事務呢 有關負責人的這個手下進行的 但是也有可能國際問題上呢需要一個批准 所以大概的內容呢 可能國家領導層也會知道的 但是具體內容呢他不會很熟悉的 所以這個問題呢也可以我們判斷為習近平不知道這個實際上的這個具體的內容 但是呢具體上現在進行這個美國上空的這種問題 一爆發以後呢他就是更明白的了解中國做過的一些事情的內容 這個是屬於安全領域的特別是一個算是雷達系統的一個 也可以說商業性的一個我們說就是國際氣溫的環境的那種測試的氣球也好 或者是偵查這個氣球也好 這個也有一個國際規定的 所以有些部分呢這次要觸犯美國的林孔的一個安全 這個規定呢可能是這個問題也不是很容易這個雙方能解決的問題 所以現在可能中國有點為難吧 是的那麼盧正峰教授當然現在啊除了這個拜登政府當然也很希望知道習近平究竟是不是事先知道這些氣球計畫之外呢 在美國有很多的軍事專家包括研究中共內部政治的專家也都提供了各種不同的分析 但我在節目中唸幾個不同這個代表性的人物的這個分析啊請兩位來做一個評析啊 那麼我先唸一個曾經在五角大樓任職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剛耀 公共政策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唐安竹 朱湯普森 他是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CN網CNN訪問的時候表示 他認為其中的一種可能性是習近平知道整套的氣球軍事監控計畫 但並不知道其日常活動也就是day to day的這種操作和細節 他說隨著習近平二十大連任之後更加集中權力 相關的問題隨之加劇 習近平中央集權下缺乏權力下放的問題更加明顯 低層的官員雖然有能力密切監督這樣的任務 但是卻無權或是沒有能力對他的影響做出政治判斷 那麼中共上下級官員權力鬥爭呢 也可能讓溝通複雜化 這反映出的是中共整套體制的緊張程度 也是中國市治理的特點 也就是下級爭取自治權 上級爭取更大的控制權 想請教盧振鋒教授 您怎麼看唐安竹的分析 基本上唐安竹有在五角大廈服務過 是 那他現在正在新加坡擔任訪問學者 事實上他在兩個月前也曾經到金門來跟我們座談 哦 是吧 那基本上我認為說習近平已經執政十年 掌權有十年的時間 同時他對於解放軍的這個掌控 其實也已經從二十大的人事布局裡面 雖然出現了還有一位72歲的張宥霞 在中央軍委會 但是事實上從過去的這 尤其最近二十大的前兩三年來 習近平差不多每半年就有一次晉升 上將大將的這樣一個 一個安排 所以我覺得他對 解放軍的整個 軍事改革 甚至人事的這個部署 其實他都有深切的掌握 那這個唐安竹做這樣的分析 基本上我覺得 他也是在釋放一個訊息 就是說 讓美中的高層之間 還保留了一個可以在見面緩衝的一個機會 所以 我們民間的學者 或者是曾經在政府部門有服務過的這些學者 釋出這樣的一個訊息 基本上我認為這還是讓 美中關係還有一個 下一個階段 可以讓拜登跟習近平 也許在通話 也許在一個 外交部長或者是這個國務卿會面的機會 或者是這個 楊潔 那個王毅跟 布林肯在這個慕尼黑會議的這個場合裡面 進一步去溝通 雙方的這個高層的互動 尤其今年是美國這個主辦 APIC 習近平其實是在11月的時候 有機會到舊金山 甚至到美國的 這個本土來進行訪問的可能 所以這個氣球的這個 我覺得這應該可以稱為是一個風波 這個風波應該在過一陣子 經過雙方的這個 表面上是針鋒射箱隊 但是私底下應該是整個 外交以及高層的這個人事的溝通 還持續在進行 嗯的確這個氣球風波還在持續 不過接下來金正浩博士 我整理了兩個也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一個從軍事的角度 一個是從外交和情報的角度來分析 究竟習近平是否事先知情 這個漢河防務評論雜誌的創辦人 簡總編輯 也是中共的軍事專家 平可夫在臉書上貼文指出 他說他認為習近平大半的時間 都在軍委辦公是控制了一切 沒有人敢下任何決定 所謂的國安委根本不起作用 你說他知不知情呢 涉及美國台灣問題 一切只有習近平才能決定 其他的人都是跑腿的 這是平可夫的說法 另外前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他在接受福斯電視台 FOX訪問的時候呢 他則是認為說 他說他跟習近平本人見過面 他認為他是在國務卿任內 他接觸過最棘手 也是最邪惡的領導人 蓬佩奧說 他說他認為非常明顯的 現在習近平是以各種方式 在測試美國的底線 那麼金正浩博士一味說 這習近平不可能不知情的軍事專家 另外蓬佩奧認為說 其實習近平以最高領導人的身份 在測試美國的底線 你怎麼看這兩位的說法呢 金正浩 對 兩位都有各的主張 但是這個世界上的政績不好找出來 因為中國這個領導層裡頭的 就是命令的一個這個 往下走的過程 還有網上發掛的內容裡頭 我們看一個領導可能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多少有關一個與美國的事情呢 可能多少都向上面報告的 但是這個內容呢 實際上一個就是可能現在媒體報導說 一個軍方資源的一個民間企業 就開始開發的一個就是氣球的那種 這種戰略武器化的一些內容 這個問題我們看一個氣球 我們已經使用過很多年 就是韓國也過去對朝鮮也是也進行過 可能是我們這個中國大陸和周邊的這個領域裡頭 這個按季節都是使用過這些這個政策的 或者是我們傳達一些宣傳的一個傳達等等的內容 最近呢都是用在一個全球的這個主要的環保 還有氣候問題上就常使用的 那中國一些內容可能是這個有負責的 但是實際上我們還不知道誰是負責這個事情 就是進行做下去的 可能這個事情不是今年開始 已經開發到現在要進行到現在 就是一段時間起碼可能四五年以上的時間吧 但是我們要看為什麼這個時間就是 才發現出來這個問題 然後是外交截斷裡頭啊 就是國家之間以安全的理由 然後是國際規則的問題 以這種方式來找一些原因 還有觸犯對方的安全 這也是威脅國際安全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可能是以後中美之間 美中之間要談判的最重要的問題 可能這是中國處在比較劣勢的立場 好的 盧振鋒博士其實也有一些評論 我們看到說認為這次的氣球風波是 中共的軍方解放軍 有人給習近平挖的坑 那麼我們知道這過去在胡錦濤人類 還有習近平他剛上任的時候 也的確曾經似乎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比如說這個2011年美國國防部長 埃蓋茨訪華的時候的殲20事件 還有2014年習近平訪問印度的時候 突然爆發了這個中印邊界衝突 當時都認為是軍方給他挖的坑 不過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鄧玉文他在美國之音 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 他說從北京內部的決策程序來看 間諜氣球的主事方 一般是軍方的安全部門 那麼軍方也是習近平控制最嚴的 在中共狠抓這個政治紀律的背景之下 他說這個很難想像 軍方具體主持這項工作的人員 敢自行其事給習近平挖坑埋雷 不過這篇文章當中 鄧玉文也提到說 他認為合理的推測 他認為是北京高層 特別是習近平事件的確有可能不知情 如果此事通包了他的話 或是在他的決定之下做的 就表明他接下來要和美國大幹一場 而從北京的反應來看 儘管態度也很強硬 但這是被美國用武力把氣球打下來之後的行為 所激怒的 他認為具體要才什麼報復行為 還需要時間的觀察 不曉得你怎麼看鄧玉文先生 這篇評論文章的分析呢 挖坑埋雷 基本上挖坑的這種說法 過去在對台灣是不是會對台灣動武 這個其實在過去兩三年 也都認為說這是軍方 可能可以給習近平挖坑的一個做法 但是基本上我反而認為說 像這樣的氣球的這種高空的偵察 基本上應該持續有一段時間在進行的 美國這邊的訊息 也說在川普政府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發現 而且美國也沒有採取行動 拜登政府上來 也據說也有發現過四五次 之前也沒有採取行動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是美方 是不是要主動把他擊落 而且決定擊落是在拜登發表國情之文之前 所以基本上是在為他的 我覺得應該是為他的2024年的 連任的競選 在對華對中政策上 已經開始在進一步的補程 那也當然也包含 北京跟華府之間應該還有一些問題 比方說俄羅斯的入侵烏克蘭的事情 到底中方有沒有提供一些 秘密的援助的問題 所以雙方應該有一些是 還未被公開的議題 那這個氣球的問題應該是雙方 或者是美方認為 這是可以先公開來給中方 那測試雙方在這個護欄的建立 測試雙方在未來 也包含在核安全的 這個議題的談判上面 有哪些美國還可以有一些 運作的空間 盧正峰教授的分析很有意思 除了這個美國內政的因素 還有這個或許這個俄羅斯 是不是也牽涉其中 這個檯面下美中之間的角力 可能還有很多是這個氣球風波 背後的一些原因 不過我們也來聽聽看 這個網友們怎麼說 再來請教二位 我們這位網友 Reader他在推特上表示 氣球事件凸顯的是 習近平中共外交政策的混亂 還有中共政府內部的缺乏協調 這樣說法恐怕不見得 因為他認為習近平不太可能 事先全部掌握氣球企劃的這個細節 他認為重要的不是這顆流浪氣球 侵入美國領空 而是要看這個氣球風波之後 習近平和中共後續進一步保留 行動的權力的強硬 和所謂打別人 哭自己的流氓外交態度 所以氣球事件更可能像是 美中軍事交流一樣是 習近平中共和軍方這種 你辦事我放心 密切配合的戰術伎倆 我想請教金正浩博士 其實這樣說法也對 就是說當然習近平是否事先知情很重要 我們要去判別他 去分析他研究他 但更重要的是這個氣球風波之後 習近平和中共政府怎麼樣進行 這個所謂的危機處理 包括現在我們看到的好像這個中共 是不是重新祭出了所謂的戰狼外交 我們看到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是反咬美國的氣球 有十多次侵入中國的領空 那白宮是斷然否認了 你怎麼看這個風波之後 習近平和中共的危機處理呢 林正浩博士 是 這個危機處理 中國應該用這種就是機會 找出美中談判的一種 這個日程的 為什麼找出這種日程呢 這個氣球實際上是一個 我們說一個氣槍氣球也好 偵察氣球也好 這用雷達不好探測的一個東西 因為這比飛機高度高一點的 然後這裡有很多設備呢 實際上也不是完全金屬的 因此這次發現這個問題呢 實際上是一個就是 美中之間呢 就是找這些談判的機率也比較高 當然實際上為什麼發現這個問題 要看這個氣球的這個偵察 真的事實的話 可能中國早就開始做了很久這種的準備了 因為這個跟那個就是微信 就是微信現在中國的微信 北斗信也挺多的 這種微信探測 再加上氣球探測聯合起來的話 可以掌握到比較準確的內容 當然也看美國 包括離這個中國比較遠嘛 當然中國都是包圍其他很多 這個陸地連接的國家 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中國可能用這種方式 要克服它的一個環境上的困難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中國人就是一般都是 上述討論的技巧方面呢 都有一套的 因此他用藉的這個機會啊 想要跟美國多談其他更重要的內容的可能性比較大 科技啊 防疫啊 還有安全等等 經貿這些內容 他們倆都是很重要的 這個現在要談的內容 氣球是可能是牽引這個過程的 可能自由的可能性也存在 會不會氣球也變成一張籌碼 也是我們後續要觀察的 感謝金正浩博士 繼續我想請教盧振鋒博士的事 其實現在還有一個被認為是比較危險的情況 令很多人感到擔憂 那就是根據美聯社 還有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 News的報導 美軍二月四號擊落這個中國氣球之後 數個小時呢 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他說他證實他是透過了熱線電話 希望和中國的國防部長 魏鳳和來進行聯繫 但魏鳳和是拒絕接聽的 就是說無人接聽的狀態 那麼現在隨著氣球在各地一個一個的出現 也很多不明飛行物體一個一個被擊落 中方現在不接設置的軍事熱線 是不是會使美中之間擦槍走火的風險升高呢 也想請教盧振鋒博士 這個中方的高級將領 包括軍委會的副主席 包含總參謀長或是國防部長 不接美國國防部長的電話 其實過去以來一直都是這樣產生 一直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那魏鳳和應該會在下個月三月份 應該就借退了 外界已經也有傳說替代的人選出來 那 這個 雙方的國防或者是這種 軍事將領沒有辦法互通熱線 尤其在這種緊急事件發生的時候 過去都被認為會讓危機升高 或者是會讓雙方兩軍出現更多的這種 可能不可防控的這種意外 但事實上過去的案子 還有這次的氣球風波 看起來還沒有拉高 這個緊張的這種軍事的衝突 那事實上在 應該在1月12月的時候 中美兩軍在南海 也是有軍艦互相的這種近距離的抵近 但是這個也沒有 也沒有產生就更進一步的意外 過去美方甚至還稱讚 中國海軍已經有專業化的表現 那最近這幾天 美軍還是一樣在南海有進行演習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個軍事熱線 一直都是中美的雙方希望建立的 但是這個熱線建立了以後 不見得會持續的保持暢通 好的 感謝盧振鋒博士的分析 繼續我想請教在首爾的金正浩博士 因為這個當然美中氣球大戰 這個敏感的時刻 根據媒體的報導 這個潮醒的氣球在2月5號 也就是這個第一顆氣球被擊落的隔天 也有飛到這個韓國 就是越過了這個非軍事區DMZ 在敏感的時刻看到潮醒有這樣的做法 您認為是釋放出一個什麼樣的訊息呢 金正浩博士 是 現在我們看一個無人機 還有加上一個氣球的問題 這個就是廉費用高效率的一些 可能是商業攻擊也算是戰略攻擊的 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為什麼一直用這種方式挑戰呢 挑戰的主要原因呢 他們有需要要溝通 因為他們這種挑戰也不是無力挑戰 但是用這種方式他們要跨拾他們的力量 然後想要和對方要談判的那些 就是招手的那種戰略就是展示出來的 其實無輪機方面 就是我們都沒有這個偵察到的 可能無輪機也是這個常活動吧 或者是這次我們發現的這種氣球 那另外一個是象徵性 就是說我們無輪機廢棄那邊 他們發現就是能做完目標回來了 這也是對他們自己覺得自豪的 或者是得到一些安心的一種內容 但是我們這次中國的氣球飛到美國的領域 以美國最好的一個戰鬥機 還有一個飛彈打擊這個場面來看 就是已經傷害了很多中國人的這種愛顧心的 對於這個來講 中國也要找去一些合適的一個脫節的 這個迴避這種問題的這種國中難處的 因此我們反過來看一個朝鮮問題 朝鮮剛剛做了一些這個軍事活動 這個國內的一個慶祝活動 這個來看他們應該都是有兩邊走的那種戰略 一方面是找去一些小挑戰的方式 找出麻煩 另外一個呢 找去跨使他們自己的一個國內的一些軍事力量 或者是商業科技力量的方式 來團結的方式 來安慰國內政治 然後找出對方要 就是要找機會一個一起這個交流的這種意圖比較大 嗯 好的 盧振鋒博士 剛才金正浩博士講到現在這個像氣球 還有這個無人機 這種相對成本較低的這種軍事武器 不斷的大量被朝鮮和中共拿來運用 讓我們想到金門 您所在的這個金門之前 也曾經有中共的無人機 被這個國軍陸軍擊落的事件 不曉得您認為這個無人機 在臺灣的領空被擊落 和這一次中共氣球 在美國領空被擊落 有沒有可以類比之處 那麼另外呢 我們看到金融時報 英國的金融時報報道說 中共的氣球其實也飛到臺灣 而且這個頻率蠻高的 那麼敏感的時間點 現在中共的不管是無人機或氣球 是不是也會加大侵擾臺灣的力度呢 盧振鋒博士 這個解放軍不管是空軍海軍 從2017年其實就編隊在對臺灣進行繞島的演習 那 僅僅從12月的25號 就是拜登簽署這個國防授權法 一直到1月25號 一個月期間 臺灣的國防部統計 就有400架的戰機 在臺灣的飛航 防空識別區裡面進入的穿梭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用無人機 或者是用這種氣球 在 領空或者是在空中 進行這樣的偵查或者是勤收 基本上是 還是會持續 我贊同金教授提到的 這是一個低成本 但是高使用率 而且會造成一個高壓 歸脅的這樣的效應 那美國這一次用 響鬼蛇飛彈把它擊落 其實這個響鬼蛇飛彈 臺灣也有 那 臺灣過去一開始 也沒有在金門擊落無人機 後來也因為輿情 或者是因為這個 這個訊息曝光了以後 我們也表明了 臺灣的立場以後 那 他們繼續來挑釁 我們的這個進行採取 斷然的措施 就已經有一些正當性的立場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美國 從最近這幾年來 中國一直認為 沒有台海中線 然後持續的穿越海峽中線 然後進入ADIZ這些行為 美國這一次的這樣的作為 應該對 中國解放軍 應該有提供他們一些正當的一個 具有一個比較強大的嚇阻的 這樣的一個示範作用 那 當然會考驗臺灣 應對這種持續 而且如果大批入侵 是不是我們要採取 斷然的這樣的行動的智慧 那蔡英文總統是有說 戰爭不是臺灣的選項 所以這基本上還是會透過 兩岸的既有的溝通 先進行這樣的一個訊息的傳遞 那最近也可以看到兩岸其實 慢慢的有這種 旅客或是在疫情結束之後的 這個人員往來的 這個進一步的釋放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不希望 兩岸有出現這樣的一種 風波啦 或者是出現這樣的一個局面 不過盧正峰博士 都不希望兩岸出現這樣風波 不過剛才您提到 臺灣也有這個響尾蛇導彈 也就是這一次美軍F22 發射這個擊落中國氣球的這個導彈 有沒有在討論臺灣方面 就是萬一要是 解放軍也派類似的氣球 而且曾經出現過對不對 同樣類型的氣球 如果再到臺灣的話 軍方是不是會發射這個響尾蛇導彈 預計落呢 有沒有這樣的討論 臺灣的這個戰略眾生 沒有像美國本土那麼的廣闊 所以這個看看我們監控的這個時間 還有這個掌握的狀況 那我想從這幾年來這個 解放軍的經濟 持續的進入臺灣的這個防空識別區 我們在澎湖也部署了 F16跟幻象戰機 那基本上我覺得 臺灣的警戒基本上提升 那要不要急落 是不是也要跟採取這個 美國同樣的部分 我想美台之間應該也有針對這樣的事情 在最近這段期間也有進行討論 所以當美台有取得更高的共識以後 我覺得 北京或是解放軍應該也有體驗到 採取持續這樣的作為可能性的後果 好的我們現在也來看幾位這個網友們的評論 我們上半場討論這個話題 不管在推特 臉書還是這個 Youtube都有很多網友評論 一位是臉書的網友評論說 他說中國的官場文化 是有九四師仙傳 有勢弟子福其勞 翻作白話就是有功長官收 那麼有勢的話下屬扛 瞞著習大大幹這種事 有幾顆腦袋啊 另外還有一位這個推特的網友 習近平登基推手 這位網友他表示氣球之爭 其實也就是和共和黨一樣 是藉此向拜登發難 不得不做出很生氣的樣子 他指的是美國 那麼實際上底下的生意 還是絲毫不受影響的 這是這位網友的看法 還有一位這個魚刺狼 是我們在Youtube現場的網友 他說習近平當然之情 如果沒有他的親自指揮 親自下令 在中國誰敢擅自做主張 花大把銀子 放一大串氣球 到全世界去流浪呢 他只是在裝傻裝無辜 不想承擔責任而已 另外還有一位網友 Pauline 他說獨裁者 怎麼可能不知道氣球事件 在獨裁國家這樣的事情 誰敢不報自做主張 要不要命啊 故他一定知道 他認為習近平一定知道 氣球事件 是他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的 那麼還有一位網友 他提到說 韓國現在的位置 恐怕風險也很大 但是希望不要引火 這是這位網友 且徐行他的看法 提到了這個韓國 下一個問題想請教金正浩博士 究竟這一次美中氣球大戰的這個後續影響 會不會對整個東北亞局 是像這位網友擔心的 和半島局是發生一些不利的影響 現在我們看到 好像美中戰略升級 看似戰略升級 對於我們接下來的不管是半島之間 南北韓之間或是兩岸的台海之間 是不是也會加劇緊張情勢呢 想請教您的分析 是我們看一個國際戰略裡頭的 現在美國的印太戰略 還有中國的一個往外走的走出去戰略之間 實際上相空的這種環境 出在這種環境裡頭 就是懸邊站的國家也有 還有中間就是搖擺的那種戰略的 這個目標為維持的國家利益的國家都有的 這個氣球是以這個季節 還有一個那時候的一個氣候 它用一個氣球的方式要攻擊的 但是剛剛我們要看一個無輪跡 這個方面的話 台海遠遠 這邊有無輪跡比較困難 而且無輪跡也是有時可以容易被發現 但是剛剛說的氣球 它的一個飛行高度比較高 這種情況就是要我們看一個日本、韓國 還有我們看一個連接的北邊的加拿大 往下走的話 現在氣球是往下飛的季節 是不是的 其實一個東亞國家裡頭的東南亞 實際上跟中國保持良好的國家也有 那個整個環境來看 我們看氣球的一個流動的方向 還有它真的要做了怎麼樣的這個工作 這個我們發現出來以後 大家都是可能要準備一些測試氣球的 或者是現在韓國也是要價錢 一個偵查一個無輪跡的一個裝備 就是這個裝備呢 也是中國也是開發的很多的 然後另外一些土耳其、伊朗那種國家都有開發的 因此以後的國家安全領域方面呢 一個戰略領域裡頭 也對這個氣球還有無輪跡這個問題方面的防疫措施呢 大家可能是有一些信息共有的方式 可能就是防疫 這種可能性比較大的 所以這是中國做出來的這些層面呢 實際上也反而讓一個反對陣營緩解 然後做出一些偵查 一些系統的可能性比較大 嗯 好的 盧正峰博士也是上半場 我們大家最後一個問題請教 您跟我們總結性的談一下 這次的美中氣球大戰究竟會不會 連帶的去加劇台海的情勢 因為剛剛提到說這個工軍也有一些 這個氣球無人機飛到台灣啊 究竟這個美中現在戰略升級 或是這個摩擦系數的增加 會不會使東北亞的這個情勢 更加的危險複雜呢 很多人認為說 這是不是美中至今的新冷戰 已難轉還了 還有降溫的可能性嗎 各方下一步該怎麼做 盧正峰博士請教您 基本上用新冷戰 這個拜登在 仗勢跟習近平在巴厘島的峰會裡面 其實雙方都不願意走向新冷戰 那同時這個拜登也有承諾 就是中方要求的這個 四步一無異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雙方都不希望 台海或者是東北亞 甚至是整個南海情勢 在今年甚至是明年 有持續攀升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基本上我也不認為說 這一次的氣球風波 會讓美中的這種戰略競爭 真的會衝出護欄之外 畢竟過去這兩年 美中都在建立戰略的護欄 那戰略競爭 北京即使不接受這樣的美國的定位 但是事實上 中國也在跟美國進行各方面的競爭 包含我覺得包含這個在中國跟 東南亞國家 甚至接下來的這個疫情結束之後的 一帶一路的這個峰會的召開 以及習近平還是一樣會在世界各國去進行 雙邊元首的外交 甚至他也想要把中美的這個高層外交 把它凸顯得更為的這種 壯大他的整個執政的優勢 那習近平跟拜登 基本上他們兩個也很熟識 那習近平跟拜登 其實過去有六次的會面 那如果按照時間算起來 在未來的一兩個月內 他們兩個即使不會見面 應該也還會通話 所以會通電話或是視訊會議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氣球風波 在這樣的持續的發展下去以後 雙方應該會找到一個停損點 然後就會再進入下一個議題的這種攻防 這就是戰略競爭的特色 但是他不必然是 像過去的冷戰時代的這樣的美蘇的衝突 會不斷地出現 好的 感謝盧振鋒博士的分析 我們上半場有關於美中氣球大戰的話題 就先討論到這裡 感謝金針浩博士還有盧振鋒博士的分析 那麼提醒大家嘉賓在節目中發表的都是個人觀點 不代表美國之音